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美洲》 我是沈梅琦 今天节目照例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新闻事件 并且希望能够一起从这些新闻事件里面来看到一些观点 首先我们要先谈到就是以色列跟加沙地带的暴力事件 加剧了美国大学校园的紧张局势 不管是学生 教职员 教授 管理人员 以及校长 他们都在想说美国大学到底应该要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让学生觉得说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保护 同时他们的安全也有受到保护 那么大学需要在这种国际性的议题上面采取公开的立场吗 学生可以有立场 但是学校需要有立场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观点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以色列的境内 被哈马斯组织的武装人员进去烧杀 这个惨案发生之后呢 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些学生团体呢 他们就对大学的角色采取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大学不需要总是在这种国际议题上面表态 因为他们觉得说大学其实它的责任 第一就是要捍卫学生的言论自由 然后避免他们因为表达了哪些看法而遭受到恶意攻击跟曝光 那么他们还说这个学校很多学校啦 不是每个学校都已经明确的剥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 怎么剥夺呢 就是在他们表示出同情巴勒斯坦人被压榨 然后被胁迫被逼到墙角而挫作的这个反击的活动的时候 他们觉得学校并没有去体会巴勒斯坦人的痛苦 那么他们还说在这个时候 他们可以感觉到校方他们其实是已经放弃了阿拉伯裔啦 以及这个穆斯林学生 还有就是巴勒斯坦人的一些主意 而暗中的支持反对他们的以色列团体的学生 我想巴勒斯坦学生团体讲这个话呢 他们是一种感受 那具体呢 学校是怎么做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情 让这些学生觉得说 其实学校只是了解到学生 了解到以色列学生的痛苦 而且并没有去正视巴勒斯坦本身的痛苦 不过讲到这里哦 必须说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是中东问题的专家 然后对中东那一带的历史的了解是有限的 可是学校之所以会让清巴勒斯坦的学生团体感到这么的痛苦 最主要是 我觉得很多美国的大学 他们都把立场先放在一边 然后再去谈到这个同理心的问题 像巴勒斯坦的这个学生的组织的律师 他就说 其实来自各个背景跟观点学生 他们都感到很痛苦 那么他觉得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对这种痛苦 而不是说采取两边主义两边你都站队 可是说真的两边都站队的话那就是冲突啊 要不然这个其来有志的尾巴冲突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先重视我们都是人类 我们都会有失去这个挚爱 然后或者是说失去生命财产安全的恐惧 我觉得要先正视这个问题 你再来谈谈说 你是支持巴勒斯坦还是支持以色列 那么其实呢 犹太学生也是感到害怕的 因为反犹太主义呢 一直在美国不停的在上升啊 有57%的犹太裔的学生就说 他们曾经目睹或是经历过反犹事件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不要以为说美国的人大部分都是支持犹太人 那犹太人在美国就相对比较安全 当然不是的啊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觉得在大学校园里面发生这种正反两面的意见看法 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坏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今天你在社会上在职场上 你跟任何一个人发生相反意见的时候 轻则就是发生口角争论 重的话可能会发生肢体冲突 再更严重的话呢 你可能会打官司 可是在校园的话 因为他这样子以比较特殊的环境跟平台 他会提供你可以去跟对方辩论的一个场所 那么很多事情我们就讲嘛 这个真理是越变越明的 那你如果让学生团体 不管是亲以色列还是亲巴勒斯坦的团体 能够站上去这个辩论台上去辩论的话 我觉得会让很多对这个事情本身有一定的成绩 或是对这个整个历史实践不是很了解的人呢 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大学校园这个时候应该要做就是提供这样子一个沟通了解的平台 让学生上去互相探讨 然后互相理解 我觉得这个时候学校如果说不管是教授啦 校长或是学生会他们选边站的话 只是会增加这个学生之间的对立 那另外我想在这边再聊一下就是说 当这个冲突事件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以巴冲突又再次重演啊 然后以巴冲突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 因为现在是以色列的军队跟哈马斯组织的互相的一个对决 跟巴勒斯坦人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很多镜头上面看到都是一些目光茫然 然后非常悲苦的巴勒斯坦人 目前正在面临流离失所的一个困境 你说这些人他们跟这个到以色列去烧杀鲁略的那些哈马斯组织 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他们唯一的关系可能就是他们都住在加萨走廊吧 那如果说因为这个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法洞攻击 然后这些巴勒斯坦的平民百姓就要被敌视的话 但这实在是太没有天理可言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我这样子的看法有点太RQ啊 因为他们说这个哈马斯就是巴勒斯坦的主要的军队来源 但是问题是军队他去杀谁去斩谁 跟巴勒斯坦平民有什么关系 更何况别忘了巴勒斯坦都还不是一个国家 他们的住在加萨走廊巴勒斯坦的老百姓 他真的他连去支持哈马斯的组织的权力都没有 然后今天哈马斯犯下这个滔天大罪 结果巴勒斯坦人要去遭受到这个反击 遭受到报应 这真的怎么样都说不过去吧 另外我还想谈一下就是美国第一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这个部分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讲 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说 这个言论自由应该保护到 不管是你是请巴勒斯坦还是请以色列 可是我觉得言论自由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先放在一边 言论自由是不是应该要因时质疑 这个部分我觉得也值得拿出来探讨 为什么呢 因为言论自由是在美国被第一宪法保障的 这个我们都很了解 可是当人们受到很大的创伤的时候 这个时候言论自由应该拿来放一放 为什么 因为举个例在以色列遭受到这个烧杀掠掠的平民百姓 他们肯定是很痛苦 这个无庸置疑 但是人呢在非常痛苦的时候所讲出来的话 你一定会伤害到别人 而且你很有可能你在讲一些话的时候 你就是要去伤害那些加害你的人 但问题是现在你讲出来的话 伤害的不是不只是加害你的人 而是那些无辜的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只能够让这彼此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 那我觉得人在受伤的时候 你的表达的言辞很重要 然后你被安慰的言辞也很重要 我甚至觉得说大学校园呢 就是应该要淡化这样的冲突的一个机构 而不是说让冲突更加的升温 然后到后来越演越烈不可收拾 如何让学生可以不要因为这样子的冲突点呢 然后再让大学校园就成为这个 以哈冲突的一个温床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教职员跟校长 以及包括学生都应该要专注的事情 像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同意彼此的观点 但是我们应该把作为人的人性 先摆在第一位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呢 因为今天早上才发生了 在美国英语州有一名71岁的男性房东 他似乎是受到这个以哈冲突的影响 他用军刀狠狠地刺死的 跟他同住的房客他们据说是巴勒斯坦的后裔的母子 那么其中有一名六岁的男童 被身中26刀不治身亡 那他的母亲也被刺了十几刀 那这个房东在作案的时候还大喊说 你穆斯林都应该去死 我觉得根据以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些犯罪的案件的时候 很多律师跟检察官都跟我说过 他说你只有在对某个人有很深的情感纠葛的时候 你才会用乱刀刺死对方 而且那个刀的刀伤是好几十刀 好几百刀 那你试想这个71岁的男性房东 他对这个6岁的孩童有这么深的仇恨 要刺他26刀吗 肯定是没有 所以我严重的怀疑这个71岁的男性房东呢 他可能本身就有一些精神问题 那又看到这个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报道 还一些残酷的画面 所以就诱发了他这个精神疾病 所以才把这对巴勒斯坦的后遗的母子给刺死 那同样的在这个事情发生不久之后 在布鲁莎尔就有一个自称是真主党的男子 他就对群众开枪 枪杀两名瑞典人 那么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讽刺 这两名瑞典人跟犹太义有什么关系 而且他搞不好生前 他还是非常亲巴勒斯坦的这个团体的人 所以你把他杀的有什么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选举 美国联邦众议院连续十多天的停顿之后 共和党提名的保守强硬派的众议员 Jim Jordan作为议长的候选人 然而Jordan在433席的这个众议院里面 要赢得多数的支持才能够当选成为议长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人才积极的众议院 Jim Jordan乔丹能够脱颖而出 而特朗普对乔丹的加持是否 还是货呢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几个观点 我们知道Jim Jordan他一直都是在努力争取 怀疑他的同事的支持 那么有一些人表示 他们对于他处理支出和军事政策 等有争议性的问题的方式感到满意 而这恰恰也是之前的议长麦卡锡 被罢免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觉得麦卡锡面对民主党的时候 他们在白宫的支出议题上面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态度 那么另外当然Jim Jordan有人支持他呢 也会有人反对他 他的反对则是面临来自支持这个Jim Jordan的基层的共和党人的压力 那么这些反对者他也不能够坚持太久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在美国的众议员他们是一人一票选出来 如果选民不支持你的话 基层选民不支持你的话 你就很有可能在来年的选举会面临落选的风险 那么众议员们他们现在头上选择 是可能初选挑战失败的威胁 还有很多众议员也希望能够赶快解决这个发言人的选举问题 而且他们认为乔丹呢是一个唯一的合理的选择 国里达州的众议员Burck Buchanan表示 他说他对这个整个过程呢感到非常的沮丧 但是出于党派团结的考虑他会支持乔丹 上个礼拜周末结束的时候呢 有消息已经说这个乔丹获得了180多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那一名与乔丹振云对峙的议员表示 他说他们曾经反对他担任发言人的议员呢 改变了立场而且支持乔丹的呼声 就出现在那对他一些 对那些抵制他的崛起的共和党议员的进行的政治压力之后 议员预计如果他们继续反对乔丹担任发言人的话 他们可能会面对来自更严重的政治压力 还有就是乔丹呢他其实在上个礼拜呢 也向共和党的同志发出了一封信 他呼吁大家要党派团结 他甚至认为说而且强调就是说 他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差异啊 应该要远远超过我们内部的分歧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应该联合次要敌人来 针对主要敌人 所以可能这封信让这些共和党对他 还有疑虑的同党同志呢就会觉得说 对啊我们现在这个焦点好像失焦了 我们应该跟乔丹合作啊 我们应该跟他一起来对付民主党才对啊 然后不过也有到现在还是誓死反对乔丹的共和党议员说 如果你胆敢在我们选择你当议长之后 然后你竟然还跟民主党形成了联合政府的话 那么你就是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人 你如果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你将会被党派排斥 而且你不仅会排除国会还会被排除共和党外 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狠啊 那么这些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呢 其实他们敢料这个狠话 他们也是冒着一些危险 因为一些基层的共和党员呢 还有一些主流共和党的人的给他们压力 让他们觉得说 也不能想这个狠话也是可能未来要付出代价的 然后另外就是大部分的共和党人 他们认为就是说 众议院已经没有发言人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他们希望一定要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能产生出一个发言人一个议长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还先要一点时间来看一下 就是知名的投资家就是Peter Schiff 彼得西夫呢 他上礼拜在X网站上面平台上面竟然说 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啊 是导致今天美国住房危机的原因 哇这个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了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金融评论员啊 他是发布了这个有争议性的看法是怎么说 他是先观察了抵押贷款利率 他说30年的固定利率呢 在1981年10月达到了18.45% 哇好难想象 然后在2021年呢 来到了2.65%的低点 那么当前利率呢是7.4 而且还在上升当中 那Peter Schiff就说 40年来不断下降的贷款利率呢 再加上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 使得房屋价格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于收入 所以他认为这个美国房价的房价和利率高涨 是跟已婚妇女加入的这个购房的生利均有关 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就让他觉得说 来自各方各界的踏伐 就是说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女人这个嫁为人妇之后 就不应该出来工作吗 你这是在歧视女性啊什么什么 那当然Peter Schiff他在美国是一个 相当有地位的投资专家 所以呢他也就是选择性的评论 回应评论 其中有一个这个用户 他就跟这个Peter Schiff说 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 并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而是通货膨胀的结果 他说这个当然他这个回应 他这个评论就引来了Peter Schiff的回应 Peter Schiff就赶快解释他说 这个已婚妇女他是为了帮助 他们的丈夫来购买更昂贵的房屋 那妇女工作并没有导致房价上涨 而是房价上涨导致妇女找工作 是通货膨胀导致了房价上涨 然后这个Peter Schiff这个求生欲望很强 赶快解释了这个导果为因 就是说其实是因为房子太贵了 才导致妇女要出来外面找工作 但是他这个解释说实在的 在我听起来还是有点刺耳 就是说难道女性出来外面工作 不能是因为自己有兴趣 不能因为自己可能也有能力 或者是说自己就是有这方面的才华 那被人家就是三顾毛鲁找出来做这份工作吗 就是说他把女性出来找工作 跟通货膨胀跟房价划上等号的话 就让他觉得说女人工作是不是 会不会是我想太多 就是说女人工作并没有这么的有价值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货膨胀的部分 就是说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跟80年代初期 这个极度通货膨胀 已经有让很多的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妇女会加入劳动力市场 当然除了通货膨胀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有人帮你看小孩 因为你的雇主愿意提供日拖的服务 所以你就可以先把小孩 就是说照顾小孩的事情分担出去 然后去工作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女性她选择进入就业市场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她为了要赚更多的钱 过更多的这个物质生活的享受 而是说她就像我刚刚讲 她可能是有这方面的才华跟能力 她可以选择进入就业市场 但是她没有去做的原因是因为 她把她自己身为母亲的角色摆在第一位 然后她才会去想说 自己要去发挥自己的专长 自己的才华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职场女性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选择 因为在做出对职业跟孩子的选择的时候 她这个分岔路口上面她会选择是孩子 那到底是什么导致美国住房危机的主要原因呢 其实真正的目前的高利率是因为大流行pandemic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历史最低的抵押贷款利率还有宽松的货币市场 以及新的远程工作趋势呢 使这个房价飙升 然后导致房屋需求激增 那么与此同时呢 大流行也造成了供应链跟 劳动力的中断 那么所以新的住房的供应减少 那现在抵押贷款利率再次上升 然后房价就当然不停的上涨了 而且代售的房屋非常有限 我相信在2020年的时候 大家都有做过一个refinance refinance的时候那时候最低利率 我听到有广告可以到1.75 那如果说你的房贷利率都1.75 2.75这样子的话 你怎么会想要舍得把你的房子卖掉重新贷款呢 所以很多种种零种种原因 根本就跟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 帮老公公房的原因 其实是根本大不上任何关系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财经专家也好 还是是我学家也好